他覺得自己既然是楊晴土師公的華南唯一傳人 恐怕楊師公傳授給他的權法 將會由他而失傳 所以他在晚年七十七歲的時候 就破誓收我作唯一的拜師弟子 是拜師學權後 我深減讓色泰極權傳統套路 是國水貴寶 益且難得二失 因此在1978年10月 就為曾老師攝錄百毫米電影 希望能夠將這套權路得以保存